第五百一十三集 不过刚刚火箭筒爆炸的那瞬间的冲击力 着实厉害 让叶好轩现在还感觉到耳朵里嗡嗡发响 这次的人很厉害 清楚他们是谁派来的吗 李延新收起了瓶子的 在地上趴了一会儿 叶好轩坐了起来 他边穿衣服边倒 现在还不清楚 等这件事情弄完之后 回去我再好好调查 想要你命的人还真多 李延新无奈地说 以后还会更多 刚刚多谢了 你能回来找我 我感觉到很意外 叶好轩笑了笑 没有什么好意外的 我只是怕你死了 以后没人对我胃口了 像圈子里那些公子哥们 我感觉很无趣 不是对我敬而远之 就是阿谀奉承 唉 我看了就恶心 只是你没事还能跟我打打架 结结闷 感情我就这点用处啊 叶好轩苦笑道 休闲的片刻 叶好轩感觉到体内的真气恢复了不少 再过一会儿就会恢复到巅峰状态 他站起来道 走吧 在这里耽搁了不少时间 我想他们快追上来了 以他们的速度 现在应该离我们不远了 但是他们却没有现身 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李延新微微皱着眉头道 不错 是有些奇怪 这些家伙们融合了眼睛时的基因 按理来说很冷血 我们杀了他们两个人 我想他们应该不会那么快放过我们 可能他们的损失也挺严重的 他们的实力很强 我听说他们是因为基因改造 才让自己的实力大幅提升 就算是现在有人研制出这种基因改造的方法 但是我想培养一个基因战士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吧 这种方法 逆缘而动又未听到 本就不该存在这个世上 人类啊 总有一天会毁在自己的手上 叶好轩无奈地摇摇头 他站了起来 活动了一下筋骨 然后精神一阵倒 休息好了没有 好了的话就走 我们要快点和君子他们会合 李延新站了起来 和叶好轩一起向君子等人隐蔽的地点寻去 君子他们已经听到叶好轩的指示 早就找了一个隐蔽的山洞藏了起来 叶好轩和李延新赶到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猎枪受的伤不轻 尤其是大腿上 中的那一枪是贯穿伤口 如果对方的狙击枪是中狙 带有高爆子弹的那种 猎枪的那条大腿早就炸飞了 见到叶好轩安然归来 几个人也着实松了一口气 他们这次行动成功与否 其实都不重要 关键是叶好轩能安然归来就行 猎枪 伤得怎么样了 叶好轩走上前 没事 这种伤在以前很常见 如果是我们八个人里 有四个在这里 岂能容这些孙子这么嚣张 猎枪笑了笑 仿佛他这一身伤不是他的一样 叶好轩为他把把脉 然后看了看他身上的伤口 猎枪身上的伤至少有五六处 虽然经过简单的包扎 但是有些地方还是发了言 叶好轩取出金针为他针灸 然后又用玉红生机伞为他治疗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啊 众人经过这么久的激战 早已经疲惫不堪 叶好轩挨个为他们把脉 以确定他们之前中的毒 没有大碍 众人吃了些东西 休息了一会儿 军刺铺出了地图 老板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置 前方三十米 就是所谓的死亡之地 距离我们要去的那座孤峰 按理说还有三十公里以上 军刺指着地图道 那孤峰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 叶好轩有些疑惑地说 这孤峰很诡异 我查过资料 它是有时候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但是有时候却会消失 而且一旦踏入死亡之地的区域 那里会有很多不寻常的东西 什么不寻常的东西 就好像一些魔物 军刺解释 魔物 叶好轩神色凝重啊 他微微地点点头 他知道军刺所指的魔物是什么东西 军刺等人的足迹踏遍整个地球 他们当然知道一些寻常人不知道的东西 叶好轩也是深暗其道 天地有道 万物丛生有始有终啊 这个世界上有充满阳光的地方 但是也有阴晦之地 就好比那片死亡之地 上方始终有一片迷雾 中年不见阳光 所以这种地方极其阴晦 能滋生一些超出正常人范畴的魔物 也是正常的 休息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后 我们就向那个地方进发 一个小时以后 六人便踏入了那片传说中的绝语 神农家这片原始森林 从远古便存在 处处透着神秘 这片区域是从来没有人涉足过的地方 几个人一踏足到这里 便感觉到一阵阴晗的气息 迎面扑来 因为这个地方中年不见阳光 所以人一走进去 就感觉到极度的不自然 周边的空气 也仿佛变得极度的潮湿 尤其是始终浮在半空之中的瘴气 更是让人感觉到一阵阵的晕眩 这里有瘴气 把这药浮下 可以除湿去胀 叶浩轩从背包里取出一盒自制的药丸 让君子分发了下去 服了药之后 众人这才感觉到精神一阵 君子在前面开路 一行人继续向前走去 不知不觉 众人已经涉足到了区域的深处 沿途所见的毒虫不计其数 好在叶浩轩早就准备好了蛆虫的药 让这些东西对着几个人静而远之 绕过一片黑森森的小树林 前方的路变得坑坑洼洼的 这是一片沼泽地 食堂大小的黑色泥潭里 不时地向上翻着白色的气泡 而这里的空气也变得有些腥臭 令人闻之作呕 走到沼泽的深处 众人才发现这黑色的泥潭并不是泥 而是粘稠的水 也不知道这里的水为什么会这样 而且在水里会时不时地 有些似蛇飞蛇的东西向上冒着头 途经一片大沼泽石 黑乎乎的泽水突然移动 一个黑沉沉的脑袋突然冒了出来 他脑袋长得相当的丑陋 说不清是蛇还是其他什么东西 这东西瞪着一双大的出奇的眼睛 滴溜溜地看着众人 在最后方的翔子神色一睁 在这东西双眼的注视下 他的神情渐渐地变得有些迷离 紧接着他就像是着了魔一样 一步一步地向沼泽地挪 一眼见就要一脚踏入这沼泽地之中 小心 这些东西能迷人心智 叶浩轩沉和一声 他快速地奔到翔子的跟前 伸手在他后颈处微微一切 翔子迷离的双眼瞬间有了神采 一眼见自己一只脚 已经快要踏到这水潭里了 他猛然警醒 连忙后退了几步 刚才他的心智迷失 他好像是经历了一场噩梦一样 大汗淋漓 那东西见翔子清醒了过来 他张开大的和他脑袋不成比例的大口 冲着叶浩轩撕声叫着 那声音一声接着一声 就好像是瓦瓦鱼的叫声一样 这是什么东西 翔子心有余悸地说 我们所在的地方终年不见阳光 阴晦无比 这东西就是阴晦之地 自然滋生而成的魔物 称之为惠魔 很少见 它可以迷人心智 他想干什么 李延心紧紧地盯着这头绘魔道 不列 叶浩轩说着右手凌空虚晦 一条条横平竖直的曲线 在半空中形成一个灵气肆意的浮转 浮转一程 他右手向前一指 灵光肆意的浮转瞬间引入 这黑色的泥潭之中 淡蓝色的火光瞬间冲起 遇到叶浩轩的浮转 整个潭水就像是一池汽油一样 轰然着气 那魔物在潭水中不停地撕叫扭曲 渣水中不时有白色的气泡涌起 黑色的潭水不停地翻滚 天知道这片潭水中 藏了多少那种魔物 叶浩轩的悬术至正至刚 正是这些阴晦之物的无上可行 淡蓝色的火苗渐渐地熄灭 而那黑色的潭水也恢复了瓶颈 这满满一池的绘魔也被尽数坟尽 刚才这绘魔是这片区域的王者 所以他有迷人心智的能力 这片区域也只有他一个 这些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无非是一些黑暗生物罢了 如果有阳光 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尽快穿过这片区域 叶浩轩边说 边走到前方开路 好在这片区域并不大 穿过之后 前方又是一望无几的原始森林 只是这个地方自然形成的天坑比较多 大地上的裂缝纵横交错 一不小心人就会掉到这裂缝里面去 只是在众人的眼前 现在有三条岔道 君子拿出了地图看了一会儿 老板 现在有三条路 通往死亡之地的核心地带 我不确定是哪条 那怎么办 叶浩轩皱着眉头盯着眼前的这三条路 第一 分成三队 各走一条探路 然后两个小时以后在这里会合 第二 我们一起一条路一条路地走 直到确认哪条路是对的 君子道 分头行动吧 我跟你们老板一组 你们自由结合 李延欣笑嘻嘻地走到了叶浩轩的身边 叶浩 两个小时以后在这里会合 叶浩轩点点头 就在这个时候 半空中传来了一阵马大呼啸的声音 半空中两个黑点向众人快速地逼紧 隐约可见是这两架直升机 直升机下的导弹露出海人的光芒 是直升机 大家小心 快找隐蔽的地方 叶浩轩吃了一惊啊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这几架直升机是华夏最新的产物 是仿制美国某款战斗机 但是华夏的工程师们真的是太聪明决定了 在原有的基础上 又加上了热成像自动定位系统 大人都不带瞄准的呀 而且两侧六管 加强版火神炮 就算是一头大象 也能在十几秒钟轰成渣 老板 你们快走 我们断后 军司等人一边向四处隐蔽 一边高声喊 小心 叶浩轩情之现在不是应聘的时候 谁他妈的能把天上的这个大家伙空手打下来 他发誓下次要再出来找东西 一定要弄几个火箭筒来 叶浩轩和李延欣选择了最中间的路 一路急奔而去 哒哒哒 一架直升机向军司等人倾泻出雨点一样密集的子弹 军司等四人被这架直升机压得抬不起头来 好在这地方数目比较多 一时半会火神炮也不能把这核爆粗的树打断 就在这个时候子弹有片刻的停顿 军司心中一领 久经战场的他情知这是什么情况 他私生叫道 对空导弹快躲 他一把拉起一边的猎枪 没命地向一条裂开的地缝里跃去 一边的翔子和孤狼也迅速找好了掩体 一声巨响 一个带着长长火光的对空导弹飞了出来 轰一声巨响 两人刚刚所在的地方火光四起 导弹所在的地方近百丈内 都成了真空地带 军司和猎枪险邪被埋在了地下 两人相互搀扶着 跑到天坑一侧和翔子两人会合 另外一架已经去追老板他们了 怎么办 猎枪心急火燎地说 哼 孤狼抱了一句粗口道 战斗机又怎么样 老子让你变成烧己 军司宁笑着 要过了翔子的复合弓 只剩这一根剑了 这还是我跑路的时候 从树上拔下来的 翔子抽出背后的一束剑 足够了 军司快速地抽出一根铁丝 然后把手雷系在箭头上 他跑到天坑的正前方 一跃而出 然后拔出身后的沙漠之鹰 对着天空放了两枪空桥 成功地把半空中的直升机的 注意力吸引了过来 那架直升机掉了一个头 驾驶员按下了加特林的开关 直升机呼啸而来 倾泻出密集的火光 子弹距离军刺是越来越近 军刺也不多啥 他把手雷的引线扯下 然后举起手中的剑 向直升机瞄准 火神炮强大的火力在地上 打出了两排深坑 密集的子弹像是暴雨一样 向军刺逼近 为了方便寻找目标 这架直升飞机飞得并不高 驾驶员见军刺举着一把复合弓 不由地冷笑道 傻逼 哪把破复合弓就想把飞机打下来 你以为你是在拍抗日神剧呢 去死吧 哼 军刺一声凝笑 手一松 手中的剑带着那冒着青烟的手雷 羞的一声飞上天去 军刺一剑射出 也不看有没有射中 他猛地窜到一边的巨大的天坑里 几个人紧紧地浮倒在地上 捂住脑袋 轰一声巨响 箭矢上所带的手雷爆炸开来 这一件恰好射中油箱 这架直升机在半空中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火球 剧烈的爆炸声向四周的波动 横扫而去 几个人的耳朵出现短暂的失从 孤狼晃着发晕的脑袋 向军刺伸出大拇指道 这个不错 以后教我 快去救老板 军刺大吼了一声 然后几个人一同爬起来 向叶好轩所走的那条路追了过去 叶好轩和李延欣在森林里急速地奔跑 身后倾泻的子弹让两人不得不迅速地做出反应 眼前一块巨石出现 两人不约而同的一个猛跃 翻到了巨石的后面缩了起来 火神炮强力的子弹把这块巨石打得石血纷飞 就在这个时候休一声响 叶好轩情之不妙 他猛地拦起李延欣 浩然争气毫无保留的运发 双足在地上猛地一顿 两人腾空而起 快速地像一棵参天大树后跃起 轰一声巨响 火光闪起 对空导弹强大的杀伤力 在这一瞬间显现了出来 爆炸中心周围顽口醋的树 就像是小树苗一样被摧毁 强大的冲击力带着摧毁一切的威势 向四周波动而去 好在两人藏下的那棵树 有五六人核爆粗 爆炸强度虽然大 但是还不至于能把二十多帐外的 这棵树给摧毁 只是那爆炸声量两人的耳朵 在这片刻听不到什么声音了 发出这颗导弹以后 这颗直升机盘旋在四处 拉低机身 以确认两人是不是被轰成渣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叶浩轩猛地从大树后窜出来 他在一边一戒里 整个人腾空跃起 右手一甩 背在身后的重拘 快速地甩出了一枪 哄 这一枪准确地打破直升机上的防弹玻璃 同时穿透了驾驶员的眉心 叶浩轩手中这把重拘 是军事等人经过改装的 里面是最先进的穿甲弹 其威力非凡 就算是防弹玻璃 也不能防得了弹 驾驶员死后 直升机一阵剧烈的晃动 失去了控制 叶浩轩落地之后一个翻滚 又是一脸甩出鼠枪 打在了直升机的油箱上 整个直升机瞬间炸成火球 叶浩轩输了一口气啊 他第一次见到了现代化武器的威力 如果不是自己有些小手段 如果不是靠着有力的地形 刚才的直升机 能直接把它轰得渣得不胜 厉害 看来你平时经常打飞机 李延欣笑隐隐地 从树后闪出声来 叶浩轩总觉得 他说的这话有些不对味啊 什么叫自己老打飞机 这飞机能和屌丝们 打的飞机一样吗 这话有些东西是否准备了 这话有些东西是否有些东西